大家好我是酸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新卡是琴葛雷 這張是一個蠻知名的漫威角色 所以他的能力理論上其實應該要稍微強一些 那我個人認為他的能力是還挺強的啦 我們可以 繼續看下去 那他的能力是 一個持續效果 雙方玩家每回合都必須在這個區域出牌如果可能的話 那這括號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是 如果可能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說不可能的話 那這個持續效果就有跟沒有一樣就等於說 這持續效果就 不重要了 那這到底什麼意思呢就比如說 對面把他的那個區域整個都填滿的話 就把琴葛雷的在的那個區域都填滿的話 那你 對面其實就不能在那邊出牌了嘛 那他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牌 所以 琴葛雷的能力 應該是想要讓對面把那個區域填滿 或是盡量讓對面 就限制對面做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等一下在這個 掩飾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們會做一些移動琴葛雷之類的事情 那這邊大家可以來看 這是 這是 之前他們秀給我們看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第一個是他們把琴葛雷跟很多移動牌 放在一起 這是夜行者跟 姊夫寶寶入行殺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你可以自己 決定 什麼時候琴葛雷這邊是滿的 那琴葛雷這邊如果是滿的話 對面其實被你限制住要打在這個區域 那你自己反而就可以打在其他區域 那假設你又要打中間這個區域的話你就把你的移動牌給移走 那你又可以繼續在這個琴葛雷區域打牌 這是第一個方法 那後面還有 這是 另外一個琴葛雷使用指南就是把 對面的這個 牌移過來 那這 想要做的事情是 等一下我幫我去 去另外一邊 這個想要做的事情是 對面就只剩下一格可以打在這個琴葛雷區域了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必須一定要把這邊填滿 那對手可能很不想要把這邊填滿因為 這樣子的話等於說這個戰力一般就會被限制住 所以 琴葛雷出現之後其實這種能夠打邊線的戰力會變得更加重要 雖然對面也是一個填滿區域的人嘛所以 比如說在這個狀況下對面其實蠻有可能是一個愛國者派組之類的 OK 那最後一個 是配上殺人 配上殺人我覺得還挺下的啦因為你 你其實有點需要 要 要嘛就魔劍克像他這邊的這個例子是有魔劍克的狀況 不然就是你需要有電光人 可電光人 你電光人會跟你琴葛雷打架因為都是三費 所以其實就 有點憨 而且這個區域是賽道在不是用魔劍克弄到不然就要像是這個 什麼飛馬計劃這類的東西 其實有點難啊這個combo其實有點不大存在 純粹是因為能量的問題 OK 那最後一個就是 也算是最有趣的一個啊我們來直接看 這邊吧 就是你其實可以利用斗篷這類的東西來移動你的琴葛雷 把它移動到另外一路那你就可以限制對面 在另外一路打牌 所以 相對來說對面就會 會再受到另外一個限制之類的 算是一個蠻詭異的地方 尤其你如果移動琴葛雷的話理論上 對面下一輪還是要在琴葛雷那一路打牌只是 下一輪他才需要 在 你移動琴葛雷的那個地方打牌反正就是還蠻複雜的 對 OK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他已經移動完了所以他必須要先打一張牌在琴葛雷的地方 然後才能再打斗篷在另外一個地方然後再把琴葛雷過去 就是整個 setup其實有點複雜 OK 那我們這邊來詳細講一下我知道有些人 聽了剛剛我講的這一串話之後其實還是有聽沒有懂 那 我們把 這不知道是深藍色還是紫色 就是 就是對面可以第一張牌出的地方 那假設我們琴葛雷打在這邊的話對 對面是空的話或是沒有填滿的話當然 對面就一定要打在 琴葛雷這個區域 那假設對面填滿的話 那對面就可以打在剩下兩個區域 假設 這兩個區域都是正常沒有限制的區域的話 那 假設 呃 這什麼 如果說這個區域譬如說這邊是已沖毀 然後對面沒有辦法在這邊打牌了 那琴葛雷在這邊的話 那他其實理論上也會被抵消掉 然後對面就可以再剩下兩個區域打牌 就算這個區域沒有被填滿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概 這邊的 目前我認為琴葛雷會運作的方式 那其實是很複雜的方式啊 你可以想想看 他們其實用幾個字就 就講完這件事情 可是實際上這樣子 解析下來的話其實還蠻複雜的 因為他有跟地點互動 還有跟牌互動 然後其實跟琴葛寶寶行殺 搞不好也有些奇怪的互動 因為假設你把琴葛雷打在 太空王座的話 因為琴葛寶寶又可以在滑進太空王座裡面 那是不是代表說 你一定要打琴葛寶寶進太空王座 不過或許也不是啊 因為傑伏寶寶理論上不會被 任何東西限制住才對 所以應該傑伏寶暴律 在琴葛雷之上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這張牌的combo可能性 那第一個可能性 當然最顯而易見就是銀衝 因為銀衝第一個他可以 很容易在邊線加戰力 那接下來琴葛雷是一張三費 所以 你琴葛雷打下去之後你其實就 直接用其他東西把內陸填滿 然後就可以正常出牌 那最後還是可以打銀衝 把內陸加 加8點戰力之類的 其實還是挺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銀衝 也會自帶北極星跟這個驚奇先生 那其實 跟琴葛雷也都挺大的 因為你可以把東西拉到琴葛雷 內陸或拉出來 導致對面要在琴葛雷 琴葛雷內陸繼續打牌之類的 所以這邊其實是有 蠻好的combo的 效果的 那國際 這張牌出了之後 其實應該會直接進銀衝牌組裡面了 銀衝現在其實 那個新的那個眩音其實也蠻不錯的 OK 那另一個就是 凱蒂彈跳 凱蒂彈跳其實 主要這邊是想要解決我們自己的 這個琴葛雷的問題啦 你說琴葛雷其實也跟他蠻搭的 因為凱蒂常常都可以把琴葛雷這個限制區域出牌的 事情給直接解決掉呢 對面就要 繼續一直被你限制住 然後也很難 預測你最後到底要怎麼分配你的戰力 所以像這種 你可以持續打出 凱蒂的牌組 其實也蠻好的 但你如果沒有進凱蒂的話就會再 稍微比較不舒服一點 而且彈跳其實也跟琴葛雷有點搭 就野獸 其實也跟琴葛雷有點搭 因為你可以 譬如說 T4 或 T5 你再用野獸把 這個凱蒂給拿回來 那你就可以解除這個凱蒂的限制 可是理論上對面那邊那個區域應該已經填滿了 所以這個野獸其實跟 這個琴葛雷也算還搭 不過 凱蒂其實有點不大想要第三輪打 琴葛雷啦 因為 你第三輪如果打琴葛雷的話 跟你說你就沒有辦法打凱蒂嘛 所以或許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仔細想想 因為三費能量的關係 好那 最後一個是一個有點邪惡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先快速的 在T3 打 打葛雷之前 你可以先快速填滿 葛雷 的區域 就是你先打 比如說一個 1 一個2 然後再打一個葛雷 然後你再打一個浪 把那個區域直接填滿 然後你就會限制對面一定要打在 你 葛雷的那個區域 那你的吞心就可以隨便亂吞 這個combo其實感覺還挺強 不過這個combo主要問題是 這是一個T4浪T5吞的狀況 那T4浪T5吞其實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強啊 因為你沒有辦法 T3浪 3浪4吞5蜘蛛這類的東西 不過 或許這也會變成另外一個可能性 而且你其實有一點 彈性 因為你假設有帶一費牌的話 你可以 第4輪的時候打一個 一費再加一個浪 然後更就是 更穩定的把浪的內陸給填滿掉 然後因為對面只能打 你浪完之後對面現在是一定只能打一張牌嗎 所以他就被迫一定要打在你浪的內陸 然後 你就可以爽吞另外其他兩路之類的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有點暴力的事情啦 我不知道我想到這個事情會不會 疑惑千年 不過我就想到怎麼樣 呵呵呵 這個這個是看起來 這看聽起來是 挺猛的啦 不過當然這也是你需要 這其實需要特定的三張牌combo 一般來說也沒有那麼容易上手啦 OK 那接下來就是 他可能純粹就是這張好牌 不過當然 因為他其實有點像區域控制的東西 所以其實 各種會突破區域控制的牌 其實還是一樣很強 說實在其實就變更強啦 因為原先傑夫寶寶陸行殺 就已經會突破區域控制 然後還有這種殺人限制 或電光限制 這類東西 那現在他又可以突破 我們琴格雷限制 其實這張牌就 越變越強 說實在 真的越變越強 因為你自己琴格雷你也會想要帶傑夫寶寶陸行殺 因為等於說你 這張牌就可以 不要打在琴格雷內陸 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 默日博士其實也是有點類似的狀況 就是他可以打在琴格雷內陸 然後還是一樣可以把戰力分到其他兩路去 那 類似這種功能牌 比如說金體先生 或是 呃 剩下一個超爛是紅色到我們家 然後還有什麼其他的嗎 好像其他的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那麼好啦 就比如說佐拉啦 反正就是一些你可以 把戰力分到其他兩路去的牌 其實也會有點克制到 格雷想做的事情 不過說實在 理論上你如果看到對面要佐拉的話 你可以把格雷放在他沒有辦法佐拉的地方 所以佐拉其實 不是很康琴格雷啦 因為你佐拉需要 一個 就你佐拉需要控制自己到底 能佐拉哪裡 好啦 那今天影片其實就帶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琴格雷的見解 那當然主要是琴格雷到底會做什麼事情 其實是一件 有點憨的事情 因為這個敘述其實很難 你要層層把這個敘述撥開 才知道大概 這個格雷到底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 填滿去 就是 原先你在看我在看這個的時候想說移動 琴格雷到底有什麼好處 就覺得 還聽過 而且 他們就 把超多 就把琴格雷跟超多移動牌 都弄在一起的感覺 那現在或許大家就可以比較了解說什麼 有可能會想要移動琴格雷 或者說 你其實不移動也沒差 不過你要有辦法來處理琴格雷的事情之類的 而且塑在現在三費的持續牌有點多 所以搞不好之後也會變成一個 銀沖 光譜 這類的東西 我也有點難講 好啦 一樣再次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記得按讚訂閱還有留言 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拜拜